魔法收集来了 HONOR MAGIC 6 PRO已经被我拿到手了 刚刚才在把SORNA正式发布了 直接第一手快速上手 这一次HONOR MAGIC 6 PRO主打两个字 魔法 我就已经整理了四大魔法功能 几分钟的时间你一定要看完啦 先给你们看外形先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别具一格 很鬼实特别 这个是五个字 怎样勒 是不是觉得这个Shift 不懂怎样去形容勒 我愿称它为枕头Shift 它就是一个枕头的样子 真的很像我家的臭臭 那这台机呢 它在中国其实是有很多颜色的 有白 青 蓝 紫 黑 但是Malaysia只引进两个颜色 第一个就是我手上拿着这个青色啦 另外一个就是黑色 这个绿色它是有一个名字的 它叫做 麦朗绿 麦朗青 真的吗 麦朗绿 麦朗青 MASAGI 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绿色 它是走一个很高级 低调浅浅 还带点灰的绿色 然后是树皮的 上面有纹路 斜斜的压花纹路 手感磨上去是吐起来一点点很特别一下的 而且这个纹路很耐磨我觉得 那我们讲回这个镜头设计啦 我看目前只有ONOR他们做这样子的设计罢了 内圆外方 我不懂你们看不看的习惯 镜头也是有纹理的 浪花的感觉 接下来就进到重头戏啦 就是这台机它到底有什么魔法功能呢 魔法一就是屏幕啦 ONOR MAGIC 6 Pro 在屏幕的这条路上 真的是走在时尚的尖端 尤其是护眼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ONOR 90它就已经做到3840PWM调光了 我已经觉得很高了的 哪里知道 还有它 ONOR MAGIC 6 Pro 现在做到了4320PWM调光 这个数值离谱 也就是说屏幕几乎不会闪烁 看起来也不会累 你真的是会不会太绝的 再配合买原本的Night Display坐棉模式 忽眼添花板了真的是 这个还不够 它这台机用的屏幕 是一块叫做就细玻璃的屏幕 它的硬度相等于 华为Mate 60 Pro昆仑二代玻璃的那个强度 也就是说你常常跌手机的话也不会怕 它就真的是很坚硬 尺寸上面6.8寸屏 最高5000Nits 120的刷新率 HDR10 Plus还有100%的P3光色域 我只能说这块屏幕则是YYDS ONOR在屏幕这条路上花的心思 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要要领先 人家讲的 魔法二 镜头升级了啦 三颗镜头 左下的是主色50MP F1.4 F2.0可变光圈 可变的意思就是自动根据环境去改变 白天通常F2.0 晚上通常F1.4增加近光亮 右下角镜头是50MP的122度超广角 最special就是上面这一颗浅旺式 长焦镜头 这颗长焦镜头 它不是中到很多罢了 2.5倍 但是它最离谱的是 它的像素是1.8亿 1.8亿啊 也就是180MP啊 给的一共是两种Zoom的焦段 2.5倍还有5倍啦 用的是多像素合一的技术 照片输出是1300万像素 拍出来的照片就已经是很轻了的啦 不够的话不用紧 我们直接来开一个HIRES 1.8亿像素 开了之后拍出来的照片 你就可以无限放大 放大 再放大 真的是怎样放大都还是轻轻的 而且HONOR的独家秘方 硬眼抓拍也是升级的啦 从广角0.5倍到长焦5倍 都是可以用到这个功能 拿来拍动物啊 移动的东西就不会萌萌咯 就像这样子 你看 魔法三Charge电 本来我是不是很想讲续航的 因为HONOR的续航真的是出了名耐电的 从上一代HONOR MAGICS 5 PRO开始 它们就用了那个独家的青海湖电磁技术嘛 真的一天下来那个电视西边那一道啊 现在HONOR MAGICS 6 PRO则是离谱到家了 它用的是青海湖2.0电磁技术 不用紧 它的电磁容量升到了5600毫安 这个数目对于目前旗舰手机是很少见的 也不用紧 充电技术竟然升到了80W 5分钟就可以charge 28% 100%你们就自己算啦 也就算了啦 无线充电竟然有66W 这样的技术 电磁容量 还有充电速度 又是一个天花板级别啊 顺带一提处理器 这次它用的是Snapdragon 8 Gen 3 这个处理器被验证过很多次了的啦 是蛮强的一个处理器来的 但是因为这是我的时间经过 所以我们就不test啦 下一次 魔法4 Magic OS 这次的魔法就是AI 因为只有AI可以打败魔法 没有啦 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功能 就叫做任意门 很好用的这个 是这样的 平时我们找东西 比如说这个地址 我们首先需要copy起来 然后开Google Map 点搜索框 paste地址在这边 它才会开始帮你search嘛 不觉得很麻烦吗 那有了这个AI任意门了之后 同样的地址 我就可以直接 拖去左边或者右边 会出现整条栏目 比如说地图的app 它就会auto帮你开始导航了 post照片也是 就直接拖到Facebook 就可以post了 TikTok也是可以的哦 我真的是规拜AI啊 真的是啊 方便很多 造福人群啊 其余其实还有很多一些 比较熟悉的功能啦 maybe或许有可能 曾经在一些手机上面看过 比如说Stand-by mode 把手机打很放 就会出现时间还有热气 好像闹钟的记事感啦 也比如Magic Lock Screen 制作不同的wall paper 然后可以换font啊 颜色啊 边框等等 还有Magic Capsule 就是灵动岛的意思啦 Set Alarm啊 Timer啊都会直接跳去 刘海时时看这进度这样 是不是很熟咧 但是这些功能其实也是好用的 暂时四大魔法就到这边啦 等时间我再发觉到更多功能 我倒是在跟你们讲 反正我从拿到手到现在 我是觉得 Magic 6 Pro真的有刷新我各种认知的一些新功能 包括它的超大电池和有续航 天花板护眼屏 阴眼抓拍镜头 还有各种AI功能 基本上可以说它是做到 人无我有 我 诶 人无 人 人有我有 诶 讲对了 最后 说一下这台Magic 6 Pro 会不会来马来西亚咧 反正是会了 传闻中的三月会来 应该是真的了啦 所以要买新机的话 你们就可以等一等啦 今天的上手就到这边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